大家好 这个外媒称啊 中情局高调组建中国任务中心 此举传递了什么消息呢 首先来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消息 就是美国情报机构上一次的判断 就是阿富汗政府还能撑六个月 结果呢六天就垮台了 说明这个情报机构掌握着的这些消息啊 都是错误的 这些情报机构掌握的消息 来自于当地雇佣的这些个阿富汗人 而这些阿富汗人表面上对你说一趟 但实际上是拥护本地的这些个当地的势力 像塔利班势力等等吧 所以呢跟他们说的都是假话 美国成立的中国任务中心实际上也是这么个原因 他们太信任跑到美国的这些高华们 这些高华说的话 让这些美国情报机构啊受苦万分 很多得到的消息都是错误的 所以呢这一回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啊 也不算什么新消息 因为七月中情局局长博恩斯就在接受NPR采访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么个事 要将中国问题的专家集合在一起 并且招募更多会说中文懂技术的情报人员 只不过这一次呢就算是官宣了这个消息 不过在这份采访当中 我却看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的冷战思维 全城博恩斯都在用冷战的思维 这个思考问题 反复重申要复刻一个冷战期间 应对苏联的方式来对付中国 事实上 博恩斯就是用冷战的思维 事实上 威廉博恩斯就是冷战末期培养出来的外交官 和新任驻华大使尼克博恩斯是一个时代出来的人 两个博恩斯都是美国外交系统里的央派 他们主要是加强对华强硬 结合他们的经历来讲也就不奇怪了 只不过拜当的其他官员最近一直强调 不寻求新冷战 那么选一个情报部门的头子来做这个中国任务中心 可是呢他又走的是冷战的思维 我不知道这后边的事会如何发展 也许跟拜登的既对抗又合作 有一定关系吧 但是也不太好说 那么我想到中国古代韩非子有句话 事已密成予以卸办 一个情报部门保密当然是很重要的 做事本来就应该非常的谨慎低调 那么这次如此的高调 我认为啊有这么几个原因 原因一 假装干活 给美国人看 这个中国任务中心 其实呢他也不怎么研究中国 他也研究不出来多少跟中国有关的事 他连阿富汗这么点地方都研究不好 何况研究中国呢 所以呢假装表现出勤奋认真敬业负责 要干大事情 显示自己啊 就算没什么高能力 也要有好态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第二呢就是知道自己干不好 所以呢提前埋个伏笔 以便推卸责任 如果一人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干成大事情 那么提前做好推卸 还是非常需要的 我为什么说他们干不出什么大事呢 就是因为发榜招人 就在一手就说明了 他们干不出大事 你这个系统里自己都没有特别有能力的人 还高调招贤纳事 那么招来的这些人如果做不出什么事呢 对了 就是他们 招的地方人不行 不是我们做不好 是我们招不来太优秀的人 第三呢就是知道干不好 所以呢把困难任务转换成容易任务 然后呢让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材料拿过来翻译翻译 然后翻译翻译之后呢 在里边鸡蛋挑骨头 然后说好 我们找到中国的一些问题和毛病了 我们能够战胜他们到如何如何 然后呢 这事做完呢 好几年过去了 他们领完工资呢 就可以下岗了 或者换个岗位去其他地方干 中情局的这个中国任务中心 既定任务本来是研究对付中国的战略 但是现在呢 却变成了加大力度招收会中文的人 然后呢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把中国的材料翻译一下 把中国的政策翻译一下 所以呢 从这来讲呢 他们基本上可以考虑 我认为 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他们也完成不了太好的任务 这是我的理解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 请加个订阅 点个赞 谢谢大家